詞曲 李宗盛 當時想了怎樣讓人更多看的確可保留高的質感 我總覺得這部分是中間的質感和手感 亦增加複印 印得多,不是畫一幅畫 好像雕完那樣東西之後 就是有權可以狂複製 我也喜歡那樣東西 我的畫有透視,但有很多不同的透視 是一個不合理的視覺 我覺得版畫有這件事 我總覺得版畫可以硬把這圖合在一起 因為它印出來是在同一個平面上 好像是壓扁的時間 就是壓在同一項裡面發生的事 你可以把創作剪到很小部分 很短很短很短的 它有可能性是可以平成一個很大的東西 而且它可以重製的時候 它就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平 它好像有兩次構圖的時間 三次,即是你用手機稿 在紙上有很多圖案 然後可能把它拼在電腦上 在iPad上拼在一次的時候 那個構圖是第二次 然後第三次可能是 我拼了一堆東西出來 用來把它連在一起 把它拼在一個空間裡 它可以成立 我畫的時間就很多 我畫的時間就很多 回來畫完之後 維持那樣東西 我就會釣掉它 很多時候的想法 是 自然都是我很喜歡用來表達的東西 其實版我都是這種特版 都是用釣的 但是試過木和試膠 但現在都是主要用膠 即是膠提供一個比較 即是它的質地 比較可以做一些 又不會斷的長的線 即是很靠那些線的 即是密和很疏 去分開一個個部分 那首先圖呢 就轉印到板上 轉印到板上 轉印到板上的過程 就是用燙斗的 用影印到的時候 燙斗下去 然後它的碳粉就會掉了 接著 那你過了之後 就是刁的部分 就是刁的部分 可能就是 就是這樣 刁了兩個星期 一個月 刁完之後 然後就上油 上油之後 我先是印在一隻紙上 那一顆很薄的紙 叫沙紙 那隻紙呢 它是有薄的 它碰到水 它就不會爛 還會很有彈性 除了畫畫 grinding 平時 你創作的話 可能你的責任是 圓滿你整個世界觀 就是 你的世界觀 可能創作的人 可能會故意 亭向喜歡一些 對應的一些解釋 就是對於世界 可能也要找D appro 塗在畫中就變成了我自己的比喻 其實這幅是因為是三幅開始想的第一幅 比較多暗示是開始或者回到源頭之間 很多時候就會有嬰兒的異象 我的創作中的盒子也挺重要 可能代表一個空間的入口 準備進入 我想圖的東西很受紋身的過程影響 因為我每天紋身的項目 可能是把文字、歌、概念變成圖 這個項目我覺得是影響了我版畫上的符號 一直紋身的過程就等於複製在版畫上 但是紋身可能是一天一個 但是在版畫上可能將它拉成三十個紋身 在同一個畫面上 紋身是加一些紋到皮膚裡面 或者那張紙上面 但是 版畫是減走的部分 版畫好像是一個 你本身已經游滿了原筆的那張紙 然後你拆走的部分 是反轉的想法來的 我總是想不到它出來的那一刻 即可